中國國台辦星期三針對北京舉行軍演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到中國大陸祭祖 和現任總統蔡英文過境訪美作出最新聲明 國台辦說蔡英文過境只是藉口 實是以美謀毒的挑釁 最終只會將台灣推向兵空戰危的險境 為廣大的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害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台灣輿論的評價 認為馬英九努力拼和平 蔡英文將台灣帶入險境 馬英九用行動證明了九二共識的有效性 有助於促進兩岸交流化解敵意 而蔡英文幾乎完全倒向美國 將台灣推進驚途海浪之中 朱鳳蓮指出 馬英九訪大陸反映了兩岸同胞要和平 要發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共同心聲 對促進兩岸人民往來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他認為相比之下民進黨當局 歐連外部勢力謀毒挑釁 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 屬是屬非不言而喻 對於解放軍軍演朱鳳蓮就說 中共人民解放軍近期在台海和附近的海空域 組織實施一系列反制行動 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與外部反華勢力 歐連挑釁的嚴重警告 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要行動 豆腐喬道 billion 有期停後 爆弊